提提大家未subscribe和未like的快點去subscribe和like了先啦 美國墮胎新秩序 生命 生育 身體自主 1960年世界上第一款的避孕藥Annofit獲准上市 女性終於可以拋開懷孕的顧慮和懷孕性行為的唯一責任的這件事 以享受為基礎去發生性行為 在1973年Rule and Wade的案件當中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承認了女性的墮胎權受到憲法的保護 隨著之後一系列的性解放和身體自主的運動 亦都很多女性和社會都明白到 其實女性的身體是屬於自己去控制 女性是可以對自己的生育權有更多的掌握的 美國的阿拉巴馬州剛剛通過了一個法案 就用25比6的票數令到這個墮胎是刑事化的 如果任何人去做一個墮胎的手術 就可以被判處99年也就是終身的監禁 這個法案是有exception的 就是除了Avoid a serious health risk to the unborn child's mother 即是如果那個胎兒是有一個很嚴重的健康問題 是會給到她媽媽 或者是if the unborn child has a lethal anomaly 即是如果那個未出生的小孩的杯胎 是有一個基本上是致命的不正常的病 你才可以去墮胎的 之後其實有一些的議員 都是有去上訴到這些exception 可不可以包上rape 即是強姦或者incest 即是亂倫 但是都是被議會推翻了 這個法案有趣的地方就是 她25名去投通過這個法案的人 都是白人的男性來的 即是就令到整個社會反思一個很搞笑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這麼dominant的group 25個男人 是可以有權利去控制女性的生育權 或者女性去怎樣使用她們的身體 這個身體自主權的呢 其實如果那個國家 真的這麼不想有這些unplanned的pregnancy 為什麼她不強制所有男性在13歲的時候 就要結紮 就是那些reversible 可以逆轉的結紮 然後到她結婚之後 才可以reverse回結紮呢 為什麼她不去限制男性的生育能力 或者男性的性功能 而是要不斷去限制女性呢 有一個的memes呢 我覺得是挺有趣的 就是類似說什麼 如果男人是會懷孕的那一方呢 墮胎的服務 會多到好像atm那樣 還有難道他們真的認為 墮胎刑事化之後 就會沒有這些墮胎的行為發生呢 其實不會的 只不過這些墮胎的案件 就轉了去一些黑市啊 一些不合資格的醫生啊 其實分分鐘 去到這個地步的話呢 是 無論是胎兒還是女性的生命呢 都是會受到威脅 其實是在危害更多的生命 這個我們討論的問題的癥結就是 究竟國家和人民 有沒有權去控制一個女性的生育權利 或者planning 有沒有呢 那作為覺得女性是有身體自主權的一個activist 不只是女性啦 男女也有啦 那就當然 覺得是應該 要可以 給他們有這個的 自己控制生育權啊 包括墮胎啦 其實呢 很多東西在這個社會呢 都是有爭議的 包括 say like 墮胎是一樣啦 吃煙啊 喝酒啊 但是你不喜歡做 不代表 你可以 給人 不給其他人做的嘛 就是如果你不喜歡墮胎 你 就是你不贊成墮胎 你就不要去墮胎 就是 如果你用愛惜生命的這個argument 去爭論女人不應該去墮胎的話 那他生了出來的兒子 是不是你的樣子呢 就是 無論那個女人是什麼原因啦 可能是他自己不小心 或者是 他是尋開心的 或者是 其實他是有苦衷的 他是被人強暴的 或者是 被個秀婦 搞到這樣的 或者是 一次不小心 無論whatever的reason 就是 他 我當他是做了一個錯的事 那為什麼不讓他及時去 彌補這個錯的事呢 難道他生了出來 我當一個十五歲的妹妹 他生了兒子出來 然後送他去福利院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這樣就 難道是一個好的決定 就是製造一些潛在的悲劇 如果你真的這麼關注下一代的權益 或者下一代的生命 為什麼你不去 說給多一點的保障 或者給多一點的福利 給一些underprivileged的 小朋友 或者 走去一些孤兒院 社福機構 領養了小朋友 而是要 你一個女人 他去不去墮胎 或者去 怎樣去處理自己的 BB呢 關注生命 或者是尊重生命 有很多議題可以去做 而那些議題 是可能不需要涉及到 去ruin了 另一個人 在這個case 就是一些 呃 不自願 或者是 呃 不ready 懷孕的 一些女性 的生命 以下呢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同樣是關生育權事 但是不是墮胎的個案 就是一個28歲 有四個小朋友的媽媽 就想幫自己去結責 但是 是不獲得醫生的批准的 The doctor told me no I was too young What if you want kids later on? But what if you divorce and want a baby with your new partner? Sorry I just can't in good conscience let you make such an irrational decision when you are so young 這個Lazy Barrette 這個事件的主人翁 他就覺得很有趣 喂 我只不過是不想再有BB 他已經有四個了 他不想再生兒子 不想再臭兒子 不想再養兒子 居然這個決定 他是不可以自己決定的 然後之後呢 他又在下面的鐵紋 下面是反思了 原來女性呢 他不可以選擇自己去結責 醫生又說不給他 又不可以去墮胎 如果他生了個兒子出來 被人去領養 又會社會很多阻滯 又會受到很多白眼 如果他自己想去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代母 代引去幫別人拖兒子 又會受到社會的責罵 說他物化自己 拿自己的子宮拿去買 這樣 就是很有趣的論點 他提出就是 其實當你去奪去 女性生育權的其中一範疇 Say Like 是 Abortion 不讓他們墮胎 其實你奪去的東西 是一連串的 就是說女性 不能去控制她的生育權利 你們的看法又是怎樣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 Bye Bye